来了解小米12方面的最新消息 前几天高通正式宣布将会在11月30号召开骁龙技术峰会 大家期待的骁龙898芯片也有望正式亮相 按照以往惯例 高通官方可能会在发布会上介绍首发该芯片的厂商 其很大概率会由小米12首发 即便没能抢下首发 小米12也应该会在年前发布 是首批骁龙898的机型 根据微博数码博主的最新爆料 小米旗下有一款代号为A2的旗舰手机 今天正式通过了国家无线电核准 具体型号为2201-1122C 而这款手机很有可能就是搭载骁龙898的小米12 需要注意的是 此前消息称 小米12系列在年前可能只会发布一款标准机型 跟去年的情况大致相同 随后大概会在3月份左右 推出12Pro 12 Ultra机型 会是经过全方位加强的顶级旗舰 不过小米12标准版也将同样维持很高规格的配置 除了骁龙898的顶级性能之外 还会配备一块小米史上最强屏幕 采用E5材质OLED屏 支持2K分辨率 LTPO自适应120Hz高刷等等 另外 近日还有爆料称 小米12标准版也有希望搭载百瓦快充方案 这也是小米数字系列标准版首次配备百瓦快充 除了小米12 现在则有网友曝光了顶级版小米12 Ultra的部分信息 以及概念渲染图 首先看外观方面 小米12 Ultra正面与Max4方案十分类似 采用屏下前摄 屏幕上无任何开孔 并且摒弃了小米11的四曲面方案 采用边框超窄的双曲面设计 且两侧曲面较为克制 能更好的兼顾手感和显示效果 至于背部设计上 小米12 Ultra继承了前代的设计思路 同样采用了小副屏的方案 能搭配后置相机进行超广角超清晰的自拍 至于影像模组方面 小米12 Ultra似乎采用了三摄方案 分别是主摄加潜望式长焦 旁边应该是一颗超广角镜头 值得注意的是 这颗体积非常恐怖的主摄 看情况应该会是一款超大底传感器 而目前市面上仅有三星的1.92亿像素传感器能做到 几乎达到了原生一英寸的超大底 这也是目前行业内已知最大底的传感器之一 整体来看 小米12系列里 Ultra不认识性能还是影像都拥有大幅度提升 堪称是小米史上最强旗舰 非常值得期待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节目请评论和按赞 下期我们再见